因為我們那邊是不會很少接觸棒球這些東西 但是有在看棒球 我們都是從可能我表哥啊 我堂哥他們自己的哥哥 親哥哥也會就是他們先下去 就是可能下山到忠孝國一條打球 然後為什麼會接觸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來那個 我們山上那麼下就是做那個集訓這樣子 然後看到他們這樣很團結 又很深很有那種團結精神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好酷 就很帥的那種感覺 就是想要開始接觸棒球這樣 我一個老師他跟我講說 如果你很想去打棒球 你可以去 就是希望就是不要放棄這樣子 自己的家人也是跟我這樣講 因為我當時要準備打棒球 是我哥哥 他那時候剛好放假回來山上 然後我就說 禮拜天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 那時候三點級暑假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由盛宜來第一次坐公車 跟我哥哥一起 我坐了家轉車可能三四個小時車程 對 這樣到忠孝國小去報到這樣 當時很小的時候出去 開始打球的時候 當然 當然一定會想家嘛 然後 因為 畢竟國小都住宿舍啊 然後又沒有長長放假 所以當然一定會想家 對啊 然後出國之後也會啊 對啊 對啊 現在是還好了 因為之前第一年 出國第一第二年的時候 蠻想的 但是 四年之後我就覺得 不應該這樣想 我應該要想成說 這就是我的工作 之後就開始一直在想說 這是工作 我必須要早點回去 對